大家好,现在是2024年11月16日,早上九点半 昨天,昨天,真的 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台南永康区 雷雨 轰鸣啊,然后闪电 然后还下大雨,一直下雨 一直下到早上 差不多六点才停啊 现在九点半啊,你看现在的天空 还是阴天啊 然后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 柯文哲的金华案 金华 大楼 哪个时候开始动土的 2022年 好像10月10 10月16日吧 反正就是2022年 今年是贾成年 那2022年 是人影年 就是这个人影 人影啊 2022年 你们知道历史上 很有名的人影公辩 这件 这件大案子吗 发生在1502年 明世中 明世中 正 那一天晚上 在人影年的 一天晚上 那个日期 我忘了 他在 曹 曹征 曹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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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请公睡觉 跟曹贵 黑宵 黑宵晚了之后呢 睡着了 曹贵 曹贵是他最宠爱的妃子 那 早在 睡觉之中 突然之间 有 好几个宫女冲进来 有的压手 两只手压住 两只脚压住 有的宫女还坐上 明世中的身体 然后 还有两个宫女 拿着绳子 麻绳 就把明世中的脖子 套进去 然后用力勒 要把明世中给勒死 这个就是 很有名的 明朝 人银公变 最后 涉案的 总共有16个宫女 那 都是女孩子啊 就是那些宫女 有嫔妃啦 有 嫔妃啦 嫔妃的 位阶比较高 非 赤姿 可见这些宫女 的位阶都很高啊 好那 哎 金华城案 就在仁影年 仁影年开工 然后 柯文哲 开始收钱 就在仁影年啊 柯文哲收钱就在仁影年啊 这 所以 柯文哲的金华案就是 现代版的 人银公变 然后当年要勒死 明世中皇帝的 总共有16个宫女 那你们看看 柯文哲 柯文哲一直 一直说她是什么 皇帝 她是皇帝 然后你算算看她旁边 她旁边的女孩子 也差不多是16个 Pakie Sheet 她老婆 这样是不是一个了 然后 黄珊珊 两个了 然后那个 徐子涵 还有 黄心香 陈之涵 蔡碧如 然后 还有那个 现在常常在 媒体上 在媒体上上节目的那一个我忘记他叫什么 好像姓 我忘记了 然后还有谁 黄珊珊说过了 然后还有 应小微 还有 学姐 还有 还有那个什么 工程师的 好像姓邵吧 然后 高洪安 反正你算一算 这几个月来 出现的这些弊案 出现的这些女人的名字 也差不多16个 好像就是刚好16个 不然你自己算 因为我对这些女孩子不是很关心 但是 就差不多16个 然后这个 这16个女孩子因为都是 女孩子嘛 而且 他们根本就不会杀人 怎么勒就是勒不死那个 民事中 原来 原来那个 姐啊 他们在勒 民事中的时候 竟然 不把绳子打了死 姐啊 所以怎么勒都勒不死 但是那些宫女 不罢休 发现民事中怎么勒那么久还不死啊 他们就拿 把法毡 拔下来 那个法毡都很尖 很 长长的就 猛刺那个民事中的身体 到处刺啊 那边也刺啊 最后民事中 惊吓过度 就这样 昏迷不醒 而且 虽然喉咙没有被 没有被那个 打死 姐 所以没有 没有真的勒死 但也 也受伤 喉咙也受伤 也不能讲话 但是 就在 大家在那边 猛勒猛刺的时候 有一个宫女 她觉得说 难道真的人家说 皇帝就是神龙 将士 是不会死的 她慌张了 她就冲出去 她害怕 说如果皇帝真的不会死 那他们 恐怕 要失败 失败就会被 灭三主 满门操斩 凌迟 除死 所以她很害怕 她就冲出去 跑去向皇后 皇后姓芳 向芳 向芳皇后 报告 然后芳皇后 就冲进来 冲进来 要救皇帝 结果那个 带头的宫女 姓杨 姓杨的宫女 看到芳皇后来 冲上去 一拳就 朝芳皇后的面门 砰 一打 芳皇后 K.O. 芳皇后被击倒 她就 然后16个公里 就一哄而散 到处逃 但是 哪逃得出去 这个 被K.O.的 芳皇后 马上醒过来 马上大叫 那个太监 太监就过来了 然后 就赶快去救皇帝 叫许一一来 然后也命令 收捕 抓捕 那16个公里 那许一一来 发现 情况不妙 皇帝昏迷 不行 但还没有死 这个许一一 言无许 就跟皇后 说 要救皇帝 可以 要下猛药 什么猛药 你要相信我 好 我相信 然后 这个 这个 许一一 就从他的 医药箱拿出 最强的春药 最强的春药 拿出来 然后 叫来开水 然后 这个 搅一搅 然后 把春药 灌进皇帝的嘴巴里 然后 皇皇后 你要相信我 赶快去把学姐叫过来 还有新乡 也叫过来 那个 他问皇皇后 那个 皇帝最 最快 倾对一匹 皇皇后说 有气的 有气的 好 那你就去叫那个 叫新乡来 新乡就来了 然后 然后这个 寓一就说 新乡 脱光 上去 上去 这个 吃了 最强春药的 的民事中 虽然昏迷不行 但 那化儿 那跟 就 十二强 十六 十二强棒球赛 中国队 一助晴天 威力无穷 然后 皇皇后 新乡你还在犹豫啊 快啊 不然 这机会就给学姐哦 或者三三哦 新乡二话不说呢 裤子脱起来就坐上去 动啊 下门药啊 一阵 一阵欢迎呼吁之后 皇帝醒了耶 吐出一堆那个 黑色而凝固的血啊 就这样醒过来了 当然啦 刚刚那些细节 那个 那个是我瞎编的啦 真正的细节 人家是不会公布的啦 但是那个 御医给 给 民事中下门药 就真的就是用那个春药 然后 等了六小时啊 等了六小时 才 吐出那个 黑血块 而这六 这个不用我们说 你就知道说 这六小时到底在干什么 你下那个 下那个春药 就是要做那种事情嘛 这个叫做 下门药药非常时期 那个许玉依就这样说啊 那 那 当然你要叫 那些义务企 皇帝都是乡这匹啊 他就是乡这匹啊 就我们说的科市长 他也是乡这匹啊 他旁边十六位美女 他就乡这匹的 你怎么办啊 所以 你 即使他要死 你 许玉依当时的意思就是说 皇帝 即使要死 你也让 你也要让他爽爽的去死嘛 所以就 新乡 快 裤子脱起来上去 当然那后面那个 这个就史书没有写得很清楚 但是你想也知道 六个小时都在做那种事情 轮番上 新乡 搞完了 再来 还是没有醒 学姐上 学姐搞完了 还是没有上 这真没用 皇帝用你们 让你们白干了 三三 你上 三三说 我行吗 叫你上 你就上 十六个人轮流上了 搞了六小时 终于 民事中终于醒了 但是你知道这个 许一一在皇帝醒了之后 没多久他就 暴毙就死了 因为他真的吓死了 因为万一 万一他用这一招 很荒谬的 人都昏迷不醒了 你还用最强的梦 要让大家就看 昏迷不醒的皇帝 就只有一柱晴天 一柱晴天在那里 然后好几个美女 这样轮流上去 如果说皇帝真的 就这样被搞死了 你这个御一 你是满门操展 满门操展 而且灭酒族 所以那个许一一 在皇帝醒来之后 没多久 他竟然暴毙 因为这六小时的煎熬 真的太痛苦了 但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因为六小时 他全程在那边看 一边看一边 真的 很兴奋 你说一个 已经上了年纪的 许老医生 医生 这样看了 年看了六小时 美少女跟那个 这个皇帝 在这 那可能兴奋过度 所以皇帝醒来之后 就换成他 就脑抽血 暴毙 这个 这个 人影公变 让我联想到科皮 真的很像 刚好就是 人影年 一个喜欢自称皇帝的 台北市市长 收了人家的钱 开始很快乐 到处收钱 然后他旁边又围绕着 十六个女孩子 但是后来这十六个女孩子 死得很惨 这个他们 因为宫门都关着 这十六个女孩子 都被抓起来 凌此处死 这个 其中那个 民事中最爱的曹贵妃 他一直 他被这个 苦行 问案的时候 是苦行伺候 怎么宁愿 怎么殴打 全身脱光光 这样审问 各种 我们想象得到的 什么骑那个木马 骑那个木马 那个是很残忍的 因为那个木马 那个马鞍那里 那里有一根 有一根 突出来的东西 女孩子就是这样 强 按压的 要她坐上去 那个马鞍 然后那一根 就会那个 所以很痛 而且那一根 还是会上下 上下这样动 但曹贵妃都说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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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 最后 因为有一个姓王的 这个 姓王的被认为说 他才是真正的主谋 就是 平 平 非 那 历史学家都说 因为这个平 非 被冷落了 然后 然后曹贵妃呢 是 民事中 最爱的嘛 民事中 你看 案发地点 就在曹贵妃的房间 那因为曹贵妃受宠 所以这个平妃 卫贵比 曹贵妃还要高的平妃 他就被冷落 而且 而且 以前那个 王平妃 他曾经 这个 骂 骂那个曹贵妃 狐狸精啊 然后曹贵妃 就去 跟民事中 告状说 为什么 你做的一些 祈福 都不会灵 都是 因为啊 有人骂我是狐狸精啊 所以你身上 都有我的 胡椒味啊 有我的胡椒味 所以神明呢 都不听皇帝的话 因为他们觉得 有胡椒味 所以皇帝 你的祈求 都不能灵验啊 这样说啊 这个皇帝就很生气 就把那个 王平妃呢 骂了一顿啊 骂了一顿 所以王平妃 从那个时候 就被冷落了 打入冷宫啊 所以王平妃 对曹贵妃 恨之入骨 就在这一次 公辩 他就 他就说曹贵妃 也是 同伙的啦 虽然他是祖谋 但是 但是曹贵妃 也是同谋的 结果 因为当时 那个明世中 还在昏迷之中嘛 他不能讲话 而且还在昏迷 总共昏迷了两个月 而这个时候 方皇后呢 就把这16个人 全部灵死 除死 而且 你知道灵死 是很可怕的耶 那个曹贵妃跟 王平妃 都被绑在柱子上 全身脱光光哦 全身脱光光 被人家看光光 然后 用刀子 一片一片 把他们的肉割起来 割下来 这叫零尺除死 然后 被割的人 因为还活着嘛 就 总共要割108刀啦 说 叫得很痛苦啊 然后 他们 这些 幻案的 妃子们的 灭三族耶 连家人都被杀 都被灭三族 多惨啊 等到这个明世中 两个月后醒来 他开口第一句话 就是 曹 曹贵妃呢 结果他 抬头一个 怎么是 芳芳后啦 因为他 并不喜欢 芳芳后 他最爱的是 娇弟弟 这个 幼气的 曹贵妃啦 王芳后已经 年纪比较大了嘛 他不喜欢 就好像柯P 不喜欢蔡壁炉 人家就喜欢 心香 帮忙 按摩 很酸的 很酸的 肌肉嘛 啊 生这味的 生这味的 都这样 他一看到 皇后 吓了一跳 就问 曹贵妃呢 你还 皇后就很生气 你还说 曹贵妃 曹贵妃就是 主谋之一啊 我已经下令 把他灵祠 除死 而且灭三族啦 明世中听了 突然间有一天 方皇后的宫殿 起火啊 然后方皇后 一直在里面 叫救命救命 然后这个 太监向皇帝报告 然后这个皇帝也来了 然后太监说 我们赶快去叫 那个叫人家来救火吧 那皇帝说 啊 不用啦 这是天意 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 就这样 眼睁睁看着 整个皇后的寝宫 烧光光 然后皇后就被这样烧死了 所以有史学家说 可能是皇帝放的火 他故意要把皇后给烧死 就是怎样 因为他 他要替曹贵妃报仇 他最爱的 曹贵妃 就这样被害死 所以你想想看 现在柯P 旁边的这些女孩子 是不是互相斗来斗去 蔡壁如 斗黄珊珊 黄珊珊 搞蔡壁如 然后什么陈之涵 骂什么 骂谁 他们就是要夺权嘛 争宠嘛 争宠嘛 像不像 像不像民事中的那些妃子 人淫公辩 所以这个巧合啦 那还有什么要讲的呢 好 先讲到这里啦 谢谢收看 可惡